接下来呢我们再弄的略微的再复杂一些 我呢在底下再写一个函数 我起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名字呢叫做Sam Sam我准备做一个函数 两数相加的一个函数 我加上一个注释 两个数值相加 好那接下来呢传进去参数 我这两个数值呢一个是A一个是B 然后两个都是int型 大家来看这就符合我们刚才所说的函数在定义的时候 如果相邻的两个参数 它的数据类型相同 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其中一个参数的这个数据类型呢就省略 写在最后面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希望它是返回值 那么整形加整形自然还返回的是整形 因为我只返回一个 所以呢我这块就只写一个int 我返回一个数据类型 我并没有加圆括号因为刚才我们的笔记中也说了 如果我们返回值只有一个且 我并不给这个返回值定义一个变量 那么我就可以不用加圆括号去括住这个返回值 那么我在这里头呢再复杂点 我给A呢做一个加加 然后接下来呢给B做一个加等2 好此时大家来看 我们的A和B一定是发生改变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让C等于A加上B 好我在这个里头 我也同样输出几句话 我把这句拷贝过来 好大家来看 我printf 但是我不是main函数中 我是sum函数中 这个A到底又是多少了呢 好我复制一下 那么B又是多少 C又是多少了呢 同样的我把这里头做一下修改 此时大家想一想 这里头的ABC和刚才外面的那些ABC 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 好此时呢这块还有点报错 报错的原因是 记住有一点 当你的函数定义了返回值 你势必要在函数题里头要加上return 好return这个C 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语法规则 在这里头这个C变红 所以呢大家来看 这个C呢跟这个C没有关系 我们既然是第一次使用它 一定要在前面加上一个冒号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在这个例子中 我们在这第17行 我们增加上C等于sum 这里都传进去A和B 好这是这个C 这里头也有C 我故意都用的ABC 这里头也是ABC 外面还有ABC 好大家来想一想 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局部变量 全局变量 局部变量 全局变量 如果我们要是搞不清楚的话 很容易就搞混了 好接下来我还是按照格式化打印 这个时候打印呢 我还是把C再次给打印出来 在第15行中 我已然打出来一个C 那么这个C呢 刚才我们判断 它应该是等于0 因为没有做任何的操作 它的初始值是0 那接下来我把这句话 重复的拷贝一遍 只不过它后面的这个值 一定就不再是为0了 它到底是多少呢 好我们接下来呢 先不去运行 我们来带着大家来分析一下 到底怎么样去考虑这个事情 好首先先来看第13行 13行当我们代码在执行的时候 一定是从入口文件先进来 比如说它当了 它先识别我们的全局变量 然后接下来从这个入口 这个函数先进来 然后这里头呢 就开始给ABC三个变量 在内存中分别声明了一块空间 好内存呢 就分别给它们三个 有了一块空间 一个存10 一个存20 一个存0 于是呢我们接下来在输出打印的时候 它自然输出来的 命函数的A等于谁呢 好我们实际上这个时候就可以得出来 它实际上就是10 那么自然我们这个B 它是20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做任何的逻辑处理 而为什么我们这里头 这个10和20 跟这块就没有什么关联呢 我们刚才在笔记中跟大家说了 那么我们如果在声明的过程中 函数里头的这个变量和全局变量 允许是同名 如果要是不可以的话 大家来想一想 如果它们要是同一个 比如说这个A 就是这个A 那么自然我这块也不能用冒号等于了 所以呢 它们是不同的变量 只不过起了不同相同的变量名字而已 那么而且相同的变量名字的时候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与函数内的是优先使用 刚才笔记上已经这么说了 所以我们输出来的是10 20和0 那接下来要去执行这一步 那么执行这一步的时候呢 实际上肯定会先走17 好接下来我们就跳转到了这个sum 这个函数中了 那么跳转到这个sum函数中的时候呢 实际上就传进来A和B了 那么此时传进来的就是10和20 好 当我们对这个10还要进行加加 此时大家来想想 我们的A传进来了以后 这个A就不是你传进过来的这个10了 而加加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11了 所以呢 此时我们的A是11 到了这块我们的B呢 也不是传过来的20 而是22 那么经过了C等于A加B 累加之后 大家来看 C呢实际上是这个函数内 临时定义了一个局部变量 它和外面的这个C啊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C默认值 它还是一个0 那么当我们是A加B之后 于是它就加出来的是一个33 也就是11加22 好 那接下来大家来琢磨琢磨 此时呢 我们A输出来的 那自然就是11了 那么接下来B输出来的 自然就是22了 那接下来C自然输出来的 就是33了 好嘞 那么接下来代码呢 就执行到17行结束了 又回到了第main方法中的第18行了 那么18行问 此时我们这里头这个C是多少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来想想 那么C呢 初始值你给的0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是把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全给了这个C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返回值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SUM里头的C 那么SUM里头的C 已然就是33了 我们又给了这个main里头的C 记住 咱们这里头虽然说都叫做ABC ABC 但是一个是main函数中的ABC 一个是SUM函数中的ABC 那么外面全局变量的A B 或者即便我再加上C 跟咱们这些都是不干涉的 就好像我们有一个班级里头 有一个人叫张三 那么另外一个班级里头 还有一个人叫张三 这是绝对允许的 他们之间是可以没有任何关系的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把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C给了这个main里头这个C 所以这个main里头这个C 那自然和我们这个SUM的返回值 这个C是一致的 于是呢就输出来33 那么等会儿我们看一看 是否是如此 那么它是按照顺序来输的 应该是先输出来 10 20 接下来呢就是 11 22 33 最后再来个33 好 现在我们来运行 看看结果 是否与我们预料的是吻合的 好 此时大家来看 首先呢 先输出来的是不是10 好 10对着呢 20对着呢 0也对的 那么接下来呢 它就跳到了这个SUM函数中 那这个SUM函数中呢 分别输出来的就是 11 22 33 最后呢又返回到了这个main函数中 这个main函数中 输出来的这个C呢 就是33 好 那接下来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 刚才我们明明在定义函数的时候 函数的语法规则中 说 我们这个返回值啊 还可以给它起一个返回值的变量名 那么 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接下来呢 把这个函数 我们稍微的复制一下 我们不破坏 它的这个结构 我们呢 再写一遍 我们呢 利用这个返回值 起名字 那么当然了 同样一个包里头 大家看 是不是就证明了 同样一个包里头 是绝对这个函数 是不能重名的 所以 我们必须把它更改为2 不能重名 我们刚才也验证了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返回值 怎么还会起一个变量的名字呢 好 接下来大家来看 我这么爱起 既然要起了变量名字 它既然返回值 既有变量名字 又有数据类型 务必要加上一个圆括号 请看 此时呢 我们这块这个C啊 就不再是正常的了 它报了错了 如果我这块写了一个C啊 那实际上这块的这个变量 也就是我们这个函数 函数体里头所用的这个变量 其实就跟刚才我们这个变量 就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这个C啊 你不能再用了 因为你不能 你要再用这个冒号等于 你就相当这个C啊 它是一个新的一个变量 而我们现在已然在这个返回值中重新定个变量 那么我们就只能在这块呢 把这个冒号去掉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这个返回值和我们的这些参数 它定义的这些变量 都是一个局部变量 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函数体里头 直接来使用 只不过呢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它要加上一个返回值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return 就可以不用写任何东西了 我们就直接return空 那它就代表的是return 我们这里头这个C 而这个C呢 又跟我们这个函数体里这个C 是一个C 所以呢 我这块就可以这么来写了 事实上呢 这种写法 有可能跟我们常规的一个写作习惯 不是很吻合 因为我们平时 在写别的编程语言的时候 都习惯了 return后面 可能加上一个return的一个值 而且我们也不习惯 提前呢 在这个返回值这块 直接给它起好一个变量 因为有可能 我们会在写着写着代码的时候 我们最终重新给它命了一个名 我们一般呢 都不会提前想到 我们这个变量叫做什么名字 因为只有当我们那些逻辑成分 写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才想到 接下来有可能 要么叫做一个result 要么叫做一个count 要么叫做个flag 等等等等 这么一个情况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去验证一下 我们使用sum2 它是否结果是正常的 那我们把刚才的这个例子中呢 我们就把sum改成sum2 好 接下来我们同样再去运行一下 好 此时大家来看一下 和刚才的结果 放大一点 和刚才的结果完全一样 所以呢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也就知道了 我们这个基本的这个函数 在定义的过程中 它的这个参数列表是如何来写 它的这个返回值是如何来写 那么像我这个案例中呢 事实上呢 只是返回了一个返回值 那么在购语言中呢 它是支持函数有多个返回值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对这个函数我们做一下改造 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 有多个返回值的函数 到底是如何来写 好 比如说我这块这个sum2呢 我的功能除了有相加 我还有相乘 那么相乘呢 自然加有一个返回值 那么乘还会有另外一个返回值 好吧 我们接下来可以这么来写 我再返回一个值 因为这两个返回值 它的数据类型都是int型 所以呢 和刚才咱们的这个参数 也就是行参的写法一样 我写一个返回值c 写一个返回值为d 它俩是相邻的 所以它俩相邻的 且它们的返回类型都是一致的 所以呢 我这个int就可以只写一遍 好 那接下来我就在这块 d呢 就等于a乘以b 好 注意这里头 我这个d呢 不可以在前面加上冒号 因为这个d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里头的 这个返回列表中的这个d 好 那我接下来 瑞称后面什么都不用写 它自然也就把c和d就传出来了 可是当我们写到这块的时候 我们发觉 刚才完全正确的一句话 第17行已经报错了 那么它代表的含义 我们来看一看 当我们将光标 放在这个红色的提示符之后呢 它出现了这么一句话 好 我们看到这句英文题是 multiple value sum 2 然后圆括号 int int in single value context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是一个明明的一个多返回值的一个函数啊 你给它复制了一个单值的一个上下文 也就是我们这个c啊 它是一个单变量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单个值 那么这个sum 2呢 它明明是返回两个值啊 你得要有两个东西来接收 如果我这个时候呢 我只关心它的这个家 我不关心别的 我只需要一个c 那么怎么办呢 因为咱们这个函数中 咱们曾经跟大家说过 咱们讲变量的时候 咱们跟大家说过 如果我这个时候呢 我再定一个d 大家来想想 这个d呢 我又用不到 那你用不到呢 那你又声明了它 那么它自然也会对它报错 如果说这个东西你一直没用 没关系 我们接下来呢 写上一个匿名的变量名字 把它给你匿了也就可以了 所以呢 如果啊 我这个函数具有多个返回值 而我只用它其中一个 那么我另外一个呢 我就可以用下滑线来给它取代 那么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有四个返回值 那我后面就是逗号 写四个横线也就可以了 那么将你需要的那个参数 将你需要的那个返回值 获取到也就OK了 好 那同样我们现在来运行一下 哎 和刚才的结果 是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呢 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通过这个案例呢 也是告诉大家 实际上我们购源非常的灵活 灵活就灵活在 它允许我们可以定义 有多个返回值 那我们接下来呢 把这个 把这个sum也改一下 如果要是这种写法 我知道了 哦 原来可以是再定一个变量 哎 这种方式呢 就作为有多个返回值 那对于它来说 我也是多个返回值 该如何来写呢 事实上这块的时候呢 我们有两个返回值 都是int 我们就得写两遍int 而只要有多个返回值 我们一定要用括号 把这两个返回值给 括起来 那么因为我们并没有 给这个返回值定义变量名字 所以呢 我们还得在这块 重新定义一个变量名字 那么我在这块 重新定义一个d 那么d 我要重新定义的嘛 那么就是冒号等于a 乘以b 那么接下来呢 还要返回的时候 逗号d 将两个返回值 通通都要进行返回 那么它和这种写法 反正各有利弊 根据个人的喜好 然后你自己来选择 到底我采用这种提前 在返回值中定义变量名字呢 还是说我在函数的应用过程中 我在定义变量的名字 最终呢 我再通过return 把这个变量的名字进行返回 这两种方式都是一样子的 因为无论你采用哪种形式 它都是属于我们的局部变量 好了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了 这个函数的基本用法 以及函数变量它的作用率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就先讲解这 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